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光源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过敏性疾病 我们请到的是在我们Houston中国城非常有经验的姚胜坤医师 是家庭全科医师来跟我们谈有关于过敏这一方面的一些的病状 然后怎么样的一些的治疗方式 好那姚医生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您分的这样几类的这种过敏性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您介绍了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可以比较深入谈一下某一些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好吗 好啊我们可以一个病一个病的讲 我们先来讲这个比较常见的过敏性鼻炎 就像你刚才说的在上班的地方经常看到有的人有流鼻梯啊 打喷嚏啊眼泪啊流眼泪啊咳嗽啊这些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还有呢季节性跟非季节性的 就是常年性的季节性的呢就是比如说春天的时候 哇花粉一出来好多人就好像过不去了 就眼泪鼻涕然后咳嗽然后就都来了 这个大家可能好多人都有这个体会 啊 啊长年性的呢就是跟这个花粉呢有一点关系但不完全有关系 很多都是与家里面生活中接触的东西有关系 比如说很常见的一个城蛮 这个很小的虫子眼睛看不见的放在显微镜下面能看得到的 他就在那个衣服上面啊那个沙发上面啊或者是被子上面啊 所以有的人在上班的地方挺好 没事一回家了以后哇那个就过敏马上就发起来了啊 啊刚才讲了症状呢就是流鼻涕啦打喷嚏啦这些很多其实这个病呢就是很常见啊 啊有的时候经常有的人就是不能够分辨的呢就是是不是感冒了 因为感冒的症状呢也是这些就是流鼻涕啦打喷嚏啦喉咙痛啦什么的啊哈 但是就是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容易出发 大概过了两三天以后啊就能够看出来了 就是说呃感冒经常都有发烧啊哈 那个过敏呢发烧一般都是在后面感冒发烧都是在前面 嗯过敏发烧呢都是因为他有了病发症 比如说病毒炎了以后啊嗯才开始发烧 嗯但是要感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开始先就发烧了 嗯然后呢才有其他的就是说跟这些症状或者是一起发生了 或者是在后面啊啊啊在发生 嗯还有呢就是呃过敏呢就是说持续的时间啊一般的都比较久 就是说感冒呢他基本上啊啊啊两三天啊很快就好了 那个人抵抗力正常的话大概两三天就好了啊哈 那很少有感冒说是持续超过一个星期的那就是很厉害的流感了 很严重了是吧流感也呃不会超过很久 但是过敏他有的时候可以好几个星期 所以说如果哪个人说是有感冒呢了两三个星期了 那就得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呃原因呢 比如说就是这个过敏啦因素啦就病毒炎啦这些过敏的病发症了这些 嗯嗯嗯嗯嗯 所以这样如果像这样的话去看医生 您是做怎么样的一些的那个怎么样来诊断出 它是这个 一般来讲感冒是Virus引起的 对吧 那您是怎么样诊断出来呢 是过敏还是感冒 对 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看医生的目的 就是要搞明白了 到底是那个过敏还是感冒 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就是问病死 就是说从他表现的症状 就是能够呢 看得出来 就是比如说他要是 一开始来了喉咙痛得不得了 然后呢又发烧 然后呢有这些其他的症状 比如流鼻涕了打喷嚏了 你基本上就知道 它是感冒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你要是进一步检查的话 可以做一个那个strap test 还有就是那个叫influenza 就是那个流行感冒的那个抗原的test 就是在鼻子里面啊 取一点样品啊 然后就是化验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病毒的抗原 就是流那种是流行性感冒influenza 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吧 就测不出来 但是普通感冒呢 一般的都没有那个流行感冒那么严重 你如果想确定是不是过敏呢 这个的话就得要去做过敏皮肤试验 就看看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个呢就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说是这个人过敏很简单的 就是几天啊 就是几个星期 然后吃了药抗过敏的药 他症状就减轻了以后啊 那你就不需要去做皮肤 但是假如说是吃了很多的抗过敏的药 然后症状还是就是不减轻的话吧 那就要考虑去做过敏皮肤 就是看一看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看看能不能够就是说避免这个过敏原 那那个我们这个节目呢 在从这个阶段开始是可以接受您打电话 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打电话到来这边来请教姚医师 我们的电话是281-498-0109 欢迎您打电话来call in 好那我们在刚刚谈到您说如果撤出来的话 那治疗的方式是这个过敏的话 治疗的方式有哪些呢 治疗的方法其实很多啊 现在原先的时候很多药都要开处方的 现在很多抗过敏的药已经都是不需要处方了 用的最多的呢 所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过敏的这个发病机制里面啊 讲到这个肥大细胞释放的那个化学物质组织胺 所以呢我们很多药物呢 都是针对这个组织胺来的所谓的抗组织胺药药 我们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的呢就是像原来用的本海拉明啊 在中国大陆用的比较多的浦尔明啊 这类的呢抗组织胺药的缺点呢 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人吃了以后都是晕晕乎乎的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来一开药了以后就要问这个药吃了以后会不会犯困 好在呢最近几年呢就是其实最近的一二十年呢开始有这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药药 就是很新的了而且这些副作用都特别小 所以现在呢都是在这个价值上自己可以买的像比较常用的像Claritin 在大陆叫Claritin吧 然后还有就是ZEOTEC 还有就是Allegra 这些呢就是说有的人喜欢Claritin 有的人更喜欢ZEOTEC 发现ZEOTEC比更有效 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好像Allegra更好 反正这些药都有效 但是呢可以就是换了来 如果吃这些药不管用了 那可能觉得要看医生了 因为就说明这些药要不就是诊断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药不够强 所以呢就下一步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加一些那个喷鼻子的药 喷鼻子的药呢有也有很多种 也有抗组织胺内喷鼻子的药 还有就是激素 所以一提到激素呢很多人都很害怕 哇用了激素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副作用 但是呢其实这个局部用的激素 就是喷鼻子的这些激素的药物的副作用 其实还是比较小的 而且效果呢比吃的那个呢要好一些 但是一般的来说呢很多人用一两次 他以为啊就是鲜蛋一下子就好了 其实不是的 他这个因为过敏性疾病啊 他只要过敏源存在 他这个病啊就还在 所以的话就是要用的实际上要够长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用喷鼻子药之前啊 最好先用清水或者是药房里有卖那种盐水喷鼻子的 就把鼻子里面的那些脏的这些东西啊给它清洗干净了 然后再用这个喷鼻子药而且晚上睡觉前用呢效果呢就好很多 还有的呢就是用了以后好像还是不好 就在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些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并发症了 特别是有的人老是嗓子痒痒的呀老想咳嗽啊 这个时候就可能头疼啊 这些是不是有腹壁痘炎就是那个sinus infection 这个时候的话有些人就需要看医生就是吃一些那个抗生素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觉得就自己弄弄啊就可以了 他自己吃一些那个抗菌树啊还有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吃抗菌树的他就吃了 吃了以后呢那些药物啊都认识这些抗菌树了所以呢他就有耐药性 抗力也很强 还有人觉得这个都太慢 就是到药房里去买那个喷鼻子的药就麻荒素 就是那个像鼻通的那类的药 因为这个很有效你一喷马上就觉得鼻子就通了 但是呢他这个你要老一直喷才行 一不喷他那个鼻子又塞住了 这类药呢就是副作用比较大 就是说你好像见效快 但是的话你他有依赖性 所以的话能不用这些那个麻荒素一类的这个喷鼻子的药呢 尽量的不用 那您是说麻荒素这些药不是要在over the counter都可以买得到吗 对对对对在美国这里用的呢就是所谓的Afrin Afrin呢他那个一喷马上啊就好 但是他有的人啊他平时不大用的啊 他用了以后他会心慌 因为他这个麻荒素也可以有兴奋作用 就是会让心跳加快 嗯所以还是如果到这个 还是所以医生的用药会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来对症下药 他的那个剂度剂量就会比较合适的 而且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从这个最普通的药用起 副作用最小的然后呢在逐步的呢用那个强一点的药 然后呢用比较合适的药量也是 就是说比较合适的量 有的时候很多自己用的药呢就 病人并不知道那些药对他身体的影响有多大 对对 等到用完了以后到时候 就是说可能会伤害到这个 病粘膜 病粘膜 对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有并发症呢 譬如说像那鼻豆盐啊 他老发鼻豆盐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他那个有的鼻子里面甚至可以有长龙龙啊 这种就要看专科医生去引流了 哦 那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碰到这个床 还是去看医生的这个用比较合适的药物 好 那我们这个鼻豆盐差不多 我相信这个姚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我们是不是看下面还有哪一方面的这个 过敏性的疾病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啊 我们下一个就讲哮喘 好 这个哮喘呢 就我们看下一张那个幻灯片 这个哮喘呢 一般的都是因为吸入的这个过敏源 你比如说有的人家里面喜欢养小宠物啦 这些还有人抽烟啊 还有香水啊 有的人就是一闻到香水 马上就传不上气啊 所以他这个就是哮喘或者是气喘病 这个呢就是跟吸入的这些过敏源啊 有关系的 其实有很多的人啊 就是鼻子过敏 就是过敏性鼻炎啊 厉害的也有哮喘的症状 他的特别的表现呢就是咳嗽 有好多人啊就是 哎呀 总是咳嗽 干咳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吃了很多的抗菌素 就是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止咳药 就是不管用 就是整天干咳白天也咳晚上也咳 就是有的人特别是碰了冷的空气 一进到那个有空调的房间 那个空调一转了以后啊 冷空气一进来马上就开始咳嗽 这种情况啊很多都是跟那个哮喘 哮喘过来 好的 我们等一下再请姚医生再跟我们进一步的讲一些的症状 还有诊断以及治疗有关于哮喘方面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